来来来 总之呢 搞定了就好啊 搞定了就好 今天我请客 大家尽量吃啊 哈喽啦 我来了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明明 我就知道那些记者 知道我跟你的关系是最好的 怕他们走来缠着我 我都不敢跟你们联络了 因为你啊 我连觉都没睡好呢 是吗 谢谢啊 朋友之间还说这些干嘛 真是的 能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只有我们文青了 现在是晚上 又是在室内 你戴什么太阳眼镜啊 我没有戴银行眼镜 怎么 不好看吗 这可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 那个 我先走了 公司还有很多事没做完 正好 我一来你就走 这怎么行啊 去吧 没关系 你现在应该努力你的事业 做好你的工作 毕竟 这才是你该做的 正好 正好 你刚才说这种话 不是故意让他难堪吗 我并不是对正好一个人说的 还有你明明 做什么事都这么感情用事 如果下次还这样的话 那一定还未出事 那你就不知道以后防着点 不要发生那些刺激我的事 我就不会感情用事了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多少钱 五百块 五百啊 车上凹进去这块 要不要顺便修修 这样要多少钱啊 再加两百块 两百 一 没关系了 只要可以骑就好了 我不修了 来 那那好吧 谢谢 谢谢哦 我都先修好了 不修好能骑回来啊 凶巴巴的干什么 小秀不给你了 这什么 我不是要赔你这辆破摩托车吗 这些钱 够你买辆更好的了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站在你前多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看你可怜才给你的 算了 在你们这种有车子开的人眼里 我也许很可怜 但是这个世界上 也有很多人是靠着两条腿走路的 是啊是啊 对不起 我错了 你就收下吧 我也不是强盗 凭什么拿你那么多钱啊 你就把钱收下吧 我是过意不去才给你的 刚开始 我以为 只要给你钱 把车修好就行了 后来想想 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啊 这辆车你肯定已经骑了很多年了 我骑坏你的摩托车 就等于不尊重你和摩托车这么多年的身后感情 你怎么突然变得懂事了 看到王文七 这怎么解决问题的呢 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解决问题不能从表面下手 要从根本去解决 这是问题的根本吗 什么 我觉得王经理也不知道问题的根本 笨哦 王文青叫我来 人又跑到哪儿去了 明明 郑浩早上打过电话来哦 郑浩 打给你 对 他说你的电话打不通 然后呢 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希望你晚上八点前可以到江边 八点前 他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哎 不过他说请你务必要去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晚上七点钟 还要跟钻石公司面谈呢 一定要去吗 下周 就要开始准备第二张专辑了 会很忙 只是简单谈一下而已 很快就可以走 雨萱 你先回去吧 那边我们两个去就行了 对了 这个 你要先看一看 我先出去了 米米 那我打电话给郑浩 说你晚上不能去了 不用了不用了 文青不是说只是简单谈一下吗 我谈完之后就过去 哦 好 喂 是Johnson总裁吗 我想把明天晚上的约会 改到今天晚上七点 好 一会儿见 好 好 好 您就不用担心了 好的 我会安排妥当的 那一切就有老汪先生了